大家好,我是阿宇,今天我们来蒸火龙果馒头 准备一个火龙果,对半切开 把果肉给挖出来 放进料理机里面,不用加水,直接打成汁 然后过滤一下 过滤出110克的火龙果汁,加入2克酵母,15克白糖,搅拌一下 然后再加入普通面粉200克 搅拌混合均匀,下手揉面 揉成一个软硬丝中光滑的面团 用保鲜袋给它装起来,放一旁 再用110克牛奶,2克酵母,15克白糖,200克的普通面粉 揉一个白色的面团,用保鲜袋装起来 然后把两个面团都分别搓成长条,分成两等份 把每一个小份都搓成细长条,拇指出的样子 撒点干面粉,按扁,将它擀薄一点 擀薄之后,再刷上一层清水 一个红色面团和一个白色面团叠在一起 把边角料给切开 然后用边角料压出一些小花朵 红色的上面压上白色的花朵 白色上面压上红色的花朵 贴好之后,再用擀面杖将它擀紧实一点 翻个面,给它卷起来 卷的时候,转紧实一点 转好之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切好之后,摆进蒸笼里面 盖上盖子发酵 放在温暖一点的地方,会比较快 大概40分钟左右,摸起来比较松软 看起来明显的长大 雪开之后上笼,大火蒸6-7分钟左右 关火之后,我们的馒头就蒸好了 看这个颜色,变出来是粉粉的 真的是超级的好看 比较适合这个春天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种做法 每个小馒头都发得非常的饱满 摸起来非常的松软 打开看一下 里面是渐变的层次 小朋友真的是爱不释手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